我必須承認 自首一下 因為我當初我女兒是 我第一個小孩 有時候小孩發燒 發燒其實是 也可以殺一點病菌的那種感覺 所以那時候我女兒呢 就燒了大概三天 有去看醫生 但是沒有一直持續餵她吃退燒藥 因為她一直燒耶 就是反覆一直燒 稍稍退退這樣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但是又想說 三個小時前才吃過退燒藥而已 後來三個小時後呢 我就抱著她 我們開著車 然後她就突然 就是 你整個全身這樣 然後她就 天啊 然後她就把她這樣 我就這樣 天啊這樣 然後就 當下真的是覺得 她快離開我 因為我叫她她就這樣 這真的會嚇死耶 真的 完全沒有任何表情 然後我就說 趕快 然後剛好我們的車旁邊 有一台警車 我說 醫院在哪裡 她就馬上 然後用那個 警力 警方開動 對 然後就幫我們開路 很快就到急診室 然後護士都很 很震驚說 你不要緊張 然後她是 熱筋軟這樣 喔 可是發燒很難去看耶 我女兒也曾經發燒 連續三到五天 結果後來才知道是 玫瑰疹 喔 玫瑰疹會一直連續發燒 對 可是她根本不是感冒 對 就很難分辨 很難分辨 對 還是說你到底要怎麼樣比較好 就是說小孩一發燒 我們要怎麼樣處理 當然還是要先看醫生 對 吃退燒藥 其實退燒藥大家有兩種 大家知道嗎 對 炒來烤 葡萄 葡萄跟一個 一個葡萄 一個櫻桃 對 它兩個是效用不同的 那個粉紅色那一個 它的效期比較 就作用效期比較短 大概四個小時左右 它就會再恢復 如果說它重複的發燒 來個幾次 不要超過一天 二十四小時的話 如果真的超過二十四小時 很不幸的話 就是趕快一定要再衝去看急診 或者是找醫生再重新確診一下 是啊 像我孫子我都會給他脫光 什麼 然後 因為他高燒都不退 他也是這樣 他小時候也是這樣 他是醫生教我的 然後把他泡一下 泡大概兩 三分鐘 去找醫生執照嗎 再趕快給他用毛巾 這樣滷 他就退了 那應該也是 醫藝吧 對啊 應該找醫生執照 請問一下 如果這樣做 現在這樣做的話 小孩會有什麼風險 更嚴重吧 其實冷水就等於是那種 冷熱交替 其實因為它的發 已經發燒了 如果說你還讓它這個 溫度調節 還受到刺激的話 因為冷水就是刺激嘛 對 冷水就是刺激 冷刺激 反而會影響到它身體本來的 溫度調節的一個系統 可是我只要給它泡一下 起來擦一擦一個退 不然 因為它怕妳在胡鬧 他在那邊 阿嬤,我怕 因為紫色的也沒效了啊 其實發燒 只要是說洗澡、泡澡 然後泡不要太熱 溫熱的這種的話 其實都可以幫助它退燒 會不會我聽錯 給它泡到冰的 好可怕喔 不要聽錯了啦 腸病毒就是最常聽到啦 對 那很可怕耶 對啊 小朋友沒有得過腸病毒 最近沒上過學 真的耶 這個腸病毒呢 就是所有的爸爸媽媽的夢魘 就是只要去幼稚園 或者是上課小學 其實這種只要有一個小朋友 得腸病毒 就是大家都一起得 對 然後尤其是在這個夏天、秋天 那剛好台灣這個夏天、秋天 又不是分得特別明顯 就是大家的溫度都差不多 所以其實在台灣腸病毒的 耗發率其實是滿高的 而且這個腸病毒呢 它除了發燒之外 它會起一些疹子 尤其是在這個舌頭 你就讓它把舌頭吐出來 然後你就學醫生一樣 就是拿手電筒這樣照一下 對 這個舌頭的後端 會有一些紅點 會有一些小水泡 對 手也會 手足 都會有一些 對 所以其實腸病毒其實滿好 滿好認識的 但是要怎麼去避免它的話 就是腸病毒 大家要有一件事情要釐清 就是它不是因為拉肚子 或者是你吃個什麼豬大腸 然後就是得病的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因為洗手清潔不乾淨 就是比如說如廁之後呢 然後洗手沒有乾淨 然後小朋友 大家可能吃飯的時候 不要用手抓東西 然後篩解吧 就容易得到 其媽妳是遇到腸病毒 也是把它脫光泡冰水 沒有 說到腸病毒 有一次 她一直跟我爭論 她一直說 我們家阿寶 我們樓上有人得腸病毒 而且他們是同學 她一直跟我揮 說我們家阿寶得腸病毒 我說明明就沒有 她就說有 為了這個跟她嘗試了 沒有 是因為我那天是臨時被通知 被老師通知說 我要把孩子帶回去 給醫院檢查 因為孩子 就是有父母會隱匿病情 然後他生病了 他還帶去學校 也不跟老師說 我兒子已經得腸病毒 因為妳講了就會被清灰 結果媽媽就隱匿病情 那因為我的鄰居 就是坐那個生病孩子的對面 他們家已經確診 因為喉嚨都破光光了 然後老師就帶我的阿寶 先去保健室給阿姨看 那阿姨說可能會有 然後叫我帶去診所檢查 可是因為醫生 醫生也沒辦法跟我確定 醫生說我看是覺得沒有 可是如果會發作的話 可能就是初三的這一天 就是喉嚨會破 叫我再帶去看 那因為阿寶這件事情呢 我就PO到我的粉絲團 那粉絲團就說 腸病毒就是有潛伏期啦 什麼 因為醫生 我明明問醫生好幾次說 腸病毒會傳染是 它發病的那一叉那 是它破掉那一叉那才有傳染力 不是說有潛伏期 可是我反正被罵纏就對了 我不知道腸病毒到底是 傳染是什麼時候 這個要怪我 他有問我說 我在忙嘛 我說媽媽 我說要去帶孩子 我說好啦 不用緊張 你先看他手 手紅紅不說沒有 手有手就紅紅不說沒有 這樣不是喔 就說不是 那這有去帶 可是因為醫生 因為現在所有醫生 都不會很明確跟你說 你孩子是得什麼病 就是你一定要看到 看到病症 他才要跟你講 對啊 那我醫生這樣很模糊的回答我 我也只能很模糊的 寫在我的粉絲團 然後就背罵纏 那為什麼你們要很模糊的 回答他們 這個就是當教授的苦衷 不是 就是其實 我們被染到病毒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的症狀 其實都不明顯 對 這個病毒它會跑到我們身體裡面 找宿主 就我們的細胞 然後它會在這個宿主裡面 開始培植它的這個小的病毒 就像是它那個 找一個代理孕母的概念一樣 其實它的潛伏期很短 所以實際上 等它真的發病的時候 一定會有傳染力 只是說你前面這麼短的時間 你要分辨出 它是哪一個病毒造成的 其實不容易 那會有傳染力嗎 會啊 也是會有 潛伏期的時候就有傳染力 對 因為潛伏期很短 對 但是就是這樣 因為你看所有的病毒 講真的 前面幾個症狀都很像 對 就發燒 咳嗽 流鼻水 這好前一陣子我就想說 我可能感冒了 然後我就去 我感冒藥也都吃了 也都好不了 去做了 快篩 也不是流感 結果去醫院 醫生跟我說 我得償病毒耶 對 然後我這樣 你剛剛怎麼上完廁所不洗手啊 對啊 你還想去挖什麼 然後我就已經發到40度了 然後我老公陪我去看醫生 他就笑出來 他說 因為大部分都知道小朋友 小朋友比較會得到 對 小朋友才會得腸病毒 結果連大人 其實也會得腸病毒 大人也會得腸病毒 有機率高嗎 當然機率比較低 因為大人的清潔概念比較好 但是如果說真的 很不幸的清潔 沒有清潔得很好 再次送下 還是有機會 好啦 有可能 你是在幫小朋友換尿布的時候 有可能 不小心 甜什麼 甜味道怎麼樣 所以不小心噴起來 是 腸病毒呢 最常見的這個傳染的途徑是什麼 其實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所講到的 就是清潔便便啦 對 一些沒有清潔乾淨 或者是如廁沒有洗手洗乾淨 那第二個呢 就是一樣飛沫傳染 就是像比如說一般的病毒 其實都很容易透過我們講話打噴嚏 然後所以大家人跟人之間 要保持一些距離 那第三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手掌上面 會有一些小泡泡 紅疹 那如果很不幸的這個紅疹破掉的話 你的皮膚跟人家接觸 比如說這個時候握手 握傷口 皮膚黏膜接觸 也有可能會影響到人家 原來是這樣 諾羅病毒咧 這個也是前陣子一直有聽到的嗎 諾羅病毒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病毒 這個諾羅病毒的話 其實是一個滿厲害的病毒 就是說 它會造成大家上吐下瀉 嘔吐 然後而且會持續一段時間 症狀都好像 然後這一個諾羅病毒 它是對於每一個人 大家都有機會的 這樣聽起來根本就說的都好像 綁不像吧 就是感應這個前陣子 就是得諾羅病毒 然後我現在我是完全無預警 我沒有任何的症狀 在我發病前沒有任何症狀 我就是突然自己睡醒 然後我頭就很暈很重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世界在轉 然後我就突然一直吐 我一天吐了八次 妳有懷孕嗎 我那時候沒有想 沒有想要去懷孕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就是覺得想怎麼會這樣 我後來我就去掛急診 然後那醫生就 他醫生看了我一下 他還叫我去驗孕 我怎麼會叫你去驗孕 我就跟他說 我這個絕對不是懷孕 因為我發燒到三十九度了 然後我又全身痠痛 然後我又一直吐 然後就開始拉肚子 然後我已經到 我連喝水都吐 然後我吐出來都是黃膽 我還在吐 天啊 就是我一離開廁所 我要跑去吐 所以我就有一個小時 坐在廁所裡面 天啊,好慘哦 對,然後後來我就去急診 然後後來去急診 那天的急診還滿床 所以我就 坐在走廊 掉了點滴料三個小時 好慘哦 真的很慘